135 東方日報 古博士徐筆 神冠反彈勢頭持續 2015年7月14日產經 B06 古博士徐筆 D.Ostok大使持續回升 不少股份徐大使向上 神冠控股00829昨日載彈7.97%以1.76元收市 收復10日線水平 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製造及銷售食用膠原蛋白長衣產品 是中國最大食用膠原蛋白長衣生產商 先體業績 去年錄得純利5.47億元人民幣 惡年倒退29% 盈利倒退主要受中國宏觀經濟環境影響 中國肉類行業低速增長及豬肉價格下跌 加工肉製品銷售增長受阻 令長衣需求放緩 加上集團嚴格控制客戶生態風險 亦對產品銷售構成影響 因此在眾種不利因素下 集團去年盈利出現倒退亦在所難免 集團去年下半年開始生產可食用纖維素 全部供集團內部使用 此舉有作確保食用纖維素的產品安全之外 同時亦可降低長衣的生產成本 對提升集團的盈利有正面效益 以逐日收市加計 神冠往即使盈率百倍 估值有一定吸引力 加上業務有其獨特性 如近日走勢會勇 料反彈勢頭可持續 目標可望從上兩元關口以上 D.A.S.T.O.K. D.A.S.T.O.K. D.A.S.T.O.K.